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量级的哲学跟历史学者第一位 前台大哲学系教授 林正宏教授 你好 好 欢迎老师再度观点 第二位好朋友 中央研究院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也是胡适纪念馆的主任 潘光泽教授 主持人好 林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请大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之一就是谈国家认同 谈文艺复兴 也是说要谈文艺复兴 我们当然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胡适之先生 有美国学者形容 胡适之在武士运动的作为 用中国文艺复兴来形容 当然有很多值得借敬之处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两位学者来谈 我为什么要特别谈呢 胡适之先生 包括郑文老师跟光泽 我敢这样说我们都这一代都读 胡适的文章长大了 可以这样讲绝对没有夸张的 而且虽然台湾民主化 但是胡适之的自由民主思想 还是有它的非常重量的一个引导作用 怎么说呢 我来举个例子 这是今天的新闻 CNN 体检最近的世界领袖 我们看照片 有马克宏 有普廷 有金正恩 有梅克尔 有翁山苏基 还有梅伊 包括昨天那个西班牙的公投 这个 投票 怎么检验他们 有不同做法 但他们要合乎 自由民主 人权的指标 这问题一样 比如说 今天最重大的新闻 还是刚提到了 加泰隆尼亚的议会选举 结果独派还是赢了 即使如此 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式 那我们有期待这个 从不同角度 包括台湾 转型争议里面 互联会 我们要用转型争议 从自由民主人权来思考 所以没有人比 胡适之先生 在近代中国史 包括1949的台湾市 具有一个思想家的 重量级地位 所以我想 是不是先请这个郑浩老师 你曾经也在 长期在台大哲学西任教 也在那印海光基金会 董事长上一回 我们还特别介绍 这个张活泉教授 这位经典之作 自由与人权 前应该报民主 是不是先请这个郑浩老师 来向我们的海内外观众朋友 来介绍 你怎么看 胡适之先生的思想 对这整个战后一代 1945 1949以后 在中国跟台湾影响 来 老师 好 我先讲 这个胡适在 这个中国西化的定位 那自从这个 压边战争以后 我们知道中国呢 就逐渐要西化 那么西化呢 通常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所谓的 这个从这个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呢 意义就是说要学西方的这个船跟炮 所谓这个船间炮力 那这个是关于 甚至在器物方面 那第二个阶段呢 就发现说 光学他们的这些武器 其实是不够的 后来就有 康梁的变法运动 其实呢 就是要学他们的制度 所以就当时呢 就废了科举 那么也有新式的学校 那还要施行这个 均职立宪 那这个就失败了 再来呢 武士运动 就是一个西化运动 他认为呢 光这个制度还不够 最主要是在思想方面 那么所以呢 服事呢 是武士运动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服事的武士运动 他只要提出两个口号 一个是民主 一个是科学 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呢 democracy 他叫德先生 那science 叫做赛小姐 所以当时有个名词呢 是德先生赛小姐 其实就是民主跟科学 那么我们想 科学好像跟器物有关呢 那民主好像跟制度有关呢 为什么说服事 他提倡的是一个 思想方面的 其实服事提倡这两个呢 只要是注重民主精神 跟科学精神 那服事所谓的民主精神呢 其实呢 是指的一些 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一般人的思想 要培养一些容忍 能够容纳一己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这里我谈到一篇 这个 他写来一篇叫做 自由与容忍 他强调这个 他晚年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所以在他看来 容忍就是一个民主精神 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惜这篇文章呢 引起来很多的争论 因为他写在什么时候呢 他刚好写在 自由中国在遭受当局压制的时候 那当时呢 有人就说 服事 你讲容忍 为什么不只要去谴责这个当局 而只把这个 要求两边都要互相容忍 这个大概不平衡吧 因为 我们这个是 受到压制的人 你应该是要求当局容忍 不是要求我们也容忍 不过如果撇开当时的 这个客观环境不讲的话 只就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讲的话 其实他要强调的是 容忍也是民主精神的一部分 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方面 那么至于这个科学呢 他讲的并不是科学的实用方面 科学的实用价值在当时 大概已经大家都承认了 当时中国人大概就承认 科学是有价值的 问题是他认为 科学其实是主要是他的科学的精神 那科学精神呢 那他提出来口号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那里面的细节呢 我们今天呢 这个这么短时间 大概没办法详细讲 我们要强调几点 就是说他为什么讲到 特别强调这个假设 大概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认为 这个任何的学说 任何的知识 都还是个假设 尽管经过小心求证以后 以后如果新的政绩出现 还是可以把旧的知识推翻 所以所有的都是一个假设 所以他强调那它是一个假设 那为什么要大胆呢 他所谓大胆并不是说 做异想天开的 完全不找边界的一个假设 不是 意思是说 你要勇于推翻传统思想 如果有合理的 有合理的情况 有这个充分的证据 你不要怕这个 去跟传统有不同的思想 这个是所谓大胆的假设 我先讲 好 福士之先生 对民主的看法事实上 正如这个郑文老师所解说的 还包括他的 他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处事态度 我们等一下再补充 观众朋友 刚刚你在镜头所看到 很多珍贵照片 都来自中研研究院的 福士纪念馆 来自潘光泽教授的提供 他今天也带非常多的珍贵照片 都是过去 我想没有对外公开的 那我光泽教授 他已经担任主任 已经十年了 十年不换位 力处皆真也 就是一定充分掌握这里面的信息 来 光泽你从不同的角度 从一位从乡下子弟的边缘 能到中国近代 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他影响力绝对不下宜之前的 梁启超严富 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切误 这位近代中国是 伟大的启蒙者跟知识分子 请 主要我想是 我们可以从一个社会变迁的角度 来理解 福士他的一个意义 本来他只是安徽 基西乡下的一个小孩 如果去过那个地方 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 闭塞的环境 但是他有机会到上海去读书 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 最后能够回到中国 进入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任教 乃至于一路担任中安研究院院长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 这代表着 在现代中国的一个变迁过程里面 那么你如果能够受到现代教育 你拥有文化资本 那你有可能挤身于权力核心 那当然这个权力我们不是指的政治权力 而是各方面的一个领导地位 像是胡适 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胡靖元 跟他算是这个唐辈的关系 唐祖淑的关系 他称他为叔叔 他也很聪明 可是他没有机会到上海 没有机会出国留学 埋没在乡间 一辈子抑郁不得志 那蒋介石 他作为一个从当时来讲 也是相对落后的浙江凤化的环境 但是他有机会到日本去读军校 即使他日本军校没有毕业 但也这也成为 他日后成为孙中山左右手的一个重要的资本 因为孙中山左右手里面 没有人是专门读军事的 所以我想就从这个角度上 先来理解胡先生 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意义 那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胡先生 他之所以又跟当时留学生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大家留学生同样出国去留学 但是胡先他到美国 在康乃尔也好 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好 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学业 跟知识上的一个球取而已 还在于什么 对于当地政治社会事务的关心 所以在康乃尔大学 他会常常出去参加演讲比赛 在哥伦比亚大学 看到妇女参政权在街上游情示威 他也跑去参加 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 美国自己的发展情况 为什么要这样关心呢 没有呢 帮你煽风点火的是朋友 陪你吹风淋雨的是真朋友 帮你按赞的是朋友 你老公没来我家喝酒 出事帮你按来的是真朋友 走开 三分九亿 八分感情 三十八度金轮高粱酒 今晚想找谁喝一杯 喝三十八度金酒 开盖建奖 十五万个中奖机会 拿给你送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只有自己决定的苦送 才能甘之入影 超过三十款咖啡 买一送一 喝三十八度金酒 开盖建奖 十五万个中奖机会 拿给你送 我是陈霸 为弱势孩子带来幸福 是我最大的动力 所以我愿意牺牲事业 将一生奉献给他们 我常常肌肉酸痛 关节痛 汗头痛 还好有普拿疼 它有效击退各种疼痛 二十四小时排出体外 让我继续勇敢前进 为了孩子 再痛都值得 这一个是目前台湾 唯一获得美国FDA 和可上市的保健膳食新成分 可以降低总胆固醇 提升好的胆固醇 有效调节血脂功能 最新实验证明 有效调节血糖功能 当然 我强力推荐它 娘家大红麴 给您双效的健康 订购专线 0809 066 8888 到三星智慧馆买双旗舰 送配件购物金一千五 加延长保库一年 叫喜善 小孩嫂 老人嫂 姑娘嫂 吃叫喜善 清喜化痰 底村嫂 过保佑喜报 在相台 加米叫喜善 金白加米叫喜玩 到三星智慧馆买双旗舰 送配件购物金一千五 加延长保库一年 台湾的眼睛 民事 十八比九全荧幕 两千万前置双摄广角自拍 Sugar C11 你的第一支全荧幕美拍机 中华独卖Sugar C11 只要零年级 再送古妈梦多项豪礼哦 在这里我们得天独厚 在这里我们备受宠爱 在这幸福的家园里 东森房屋与您一起守护幸福 十八比九全荧幕 五千万高画素专业人像景深 Sugar C11 你的第一支全荧幕美拍机 搭配台湾大哥大 Sugar C11 零元起 再送古妈梦多项豪礼哦 小时候 常想着如何比别人飞得更远 长大后的我们 如果重新定义飞行 用新角度调和思考 让合作变得滑顺美好 就能改变视野的高度 一起翱翔更好的世界 用心力挺没种可能 势高力达 势高力达力挺阿令 声纳演唱会终极安可场 你只有关心你自己 生活环境里的事物 等到你回到中国之后 你才能够关心自己 家乡未来的一个发展 所以可以说 胡适他在美国留学的 这样一个学习的民主经验 是他回到中国以后 不断推动各方面改革的一个章本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 可以来做这个理解 观众朋友 有一次我要对 35岁以下的 三五世代的年轻朋友 台湾面对很多 政治转型或转型正义 哪怕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希望大家重新来思考 胡适之先生 他从包在美国求学到 回到中国以后 他晚年来到台湾 我让大家 这是他经典的照片 这时候他69岁 你看这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潇洒 然后这张是他穿着这个传统的 又像一个传统的奴者 有人分析他取他的那个 夫人江东秀 就是传统的一个 有传统有现代一部分 那这是他 你看这一年是1914年 就是第一次大战爆发那一年 他还在美国读书 非常潇洒 那这一张就是潘教授今天带来 就是他主持最后一次 中研院的会议的时候 其实不久以后 就心脏病滑 就过往 那这一张都是他在中年时代 应该就是一首很有名的诗 《我有几经百法》 心情为继中年 这都是他年轻时候一些照片 我让大家看 等一下我们会请这个 潘教授来继续 把中研院里面很多 珍藏的这个相片来 等一下来 让大家来解读 我还是回到这个 请问这个郑宏教授 你自己担任过 英海光基金会董事长 其实也是不断的 希望在学院 在社会做一个 自由民主人权的教育 我自己读胡适 或是梁炎梢的文章 我回来他们很少谈法律 谈法治 包括严护翻例的文章 谈法治也不多 近代中国 在介绍西方思潮的时候 会注重民主 人权可能还不一定谈 但是法治几乎是空的 几乎可能是绝对不重要 这有选择性的 你怎么看 胡适之队 自由民主 人权 法治 这四个最重大的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现代外的资助 如果说那个 黄宏宇教授说的 中间那个资助的话 你怎么看 胡适之先生的精神资产 请 我先谈这个法治 请 法治呢 好像在这个 中国或者台湾 有点被无名化 好像它跟自由是对立的 所以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 只要有人主张自由 当局呢就说 也要强调法治 法治跟自由 其实并不是对立的 法力反而是用来保障 人民的自由的 所以法治的对立应该是人治 自由的对面应该是牵制 就是管制 所以我们是因为 大概有人认为法治 大概是跟那个自由是对立的 所以好像就是说 在讲这个自由 人权 我们中国需要的是 需要的是这个自由 是民主 不是法治 我们捞到法律在那边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我们很早就有法律没有错 可是我们那个法呢 不是在限制政府 不是在保障人民的自由 所以 没有错 服事呢 好像也很少谈到法治 那倒是那个严妇呢 翻译了法义 孟德斯丘的法义 法义就是法的精神 里面呢就讲三权分立 那就很清楚的 是法呢 是用来 不只是限制人民 是用来限制政府 把那个界限划清楚 那服事讲自由 讲这个民主里面呢 我刚才讲到 他其实呢 讲自由的地方还不是那么多 那讲民主的地方呢 讲的比较多 尤其他在那个服事文宣里面 里面有讲民主的地方 他讲自由的文章 那并没有选在他那个文宣里面 我在猜他是不是跟那个 杰弗森的想法是一样的 杰弗森当年是反对 把那个 人权自由等等这些呢 进在宪法里面 他认为只要宪法 好好的 一个很好的民主制度 这种国家 这个人权自由就得到保障了 后来觉得他大概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后来征修条款一条一条 又加进去了 来保障各种各样的自由 那我不晓得服事 是不是受到这样的事情的影响 他比较重视民主 而没有重视这个自由 我觉得老师的观察非常敏锐 没有说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 就是言论自由吧 马上知道 有所不足了 我还是请教你 你长期在台大 大哲学系任教育 担任英海光基金会董事长 做这个我们民间的自由民主人权教育 如果说胡适之先生 对我们当代台湾 我尤其希望两位对我们的年轻人 有所顾 比如转型生意 政党人替 今天很多社会很多的纷扰 其他基底理应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 核心价值 从这观点来看 胡适之先生 这个世代贡献了什么 我想在我们那个世代 就是我念中学念大学的时候 大概胡适对台湾最大的影响是他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其实还是胡适发起的 他帮了一个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敢对政府提出政言 而且还可以批评蒋介石 那么当时呢 比较有一些自由民主观念的一些 比较有些新思潮的一些年轻人 大概都看自由中国 那么我在高中就看了 我读了两个学校都是很自由的学校 台中一中 佛书馆里面既然有自由中国 我们可以看 另外呢 是台大法学院 既然又有自由中国 而且呢 台大法学院的这个福利社 自由中国当时一本四块钱 他卖两块五 平原来一块五 而且呢 既然可以卖 别的学校不敢卖 校总学好像也没有卖 只有那边可以卖 这跟那个沙梦我们老师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 所以他 大家很少提到他 那么当时我们在这个住宿社里面 我们讲的比较轻松的 只要自由中国一出来 他半月看嘛 只要一出来 谁先在福利社先看到 谁又先买 买回来 买回来呢 请示八个人 住八个人 我们就把那本 自由中国呢 就撕成八块 每个人拿一块先读 所以我当时呢 养成了一种本领 一篇文章 从哪个段落看起 再看哪个段落 最后可以自己很容易把它合起来 就从那边学来的 那当时呢 读自由中国是 真的是影响很大 好 年轻人 台湾年轻人 要有这个精神来吸纳 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 你这个基础定定以后 你终身你要做领导者 我一再说 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 领导管理就是用人文素养 我们今天 我不做抽象的国家认同的论述 我也不讲这个学者式的文艺复兴 我们就以胡适之间影响真的非常大 我想光泽老师 今天难得请到你是 因为你还带了非常多的照片 能不能用照片的方式 用眼睛看近代中国史 用眼睛来看胡适之间生 他的观念史 或他的历史的脉络 能不能请你来 用类似史类秀来分享 其实刚刚林老师说到 他的受到胡适 自由中国等等影响的经验 前辈学者一样也是如此 好比说胡适 他在美国拿的是哲学博士 所以他以在美国所学得的 那样一个思想方式 来重新研究中国传统 影响就很大 好比说紫藤卢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去的 一个观光景点 紫藤卢故居的主人周德伟 他就是北大的学生 他是湖南人 他说他在湖南乡下 读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史 金石子集 读不懂 不知道有什么现代意义 可是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呢 他就知道 原来可以这样子诠释 传统中国的思想 另外一个大思想家 也是哲学名家冯友兰 冯友兰也是北大的学生 也一样上胡适的课 读胡适的书 他说读胡适的书里面 看到胡适的书里面 把卢家跟诸子百家同其并列 等于是不尊 不独尊卢家 那诸子一律平等 这样的一个思想 也等于让他能够重新 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 一个多元意义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当年那时候 刚刚回到 中国北大任教的胡适 他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影响就已经非常大 我竟然26岁 26岁 26岁就是北京大学教授 那不得了的事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一点上来讲 胡适胡适 他在这点是 当时就已经有 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再另外呢 就是说在胡适胡适 他自己的一个影响 就是在他的一个 日常生活这方面的 一个态度上面 好比说他跟夫人江东秀之间 江东秀的这场婚姻呢 是一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但是最后两个人 于子之老 西子之手 于子皆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胡适 的的确确在他的生命史当中 有这样一个小脚夫人 两个人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呢 完全不搭嘎 但是最后他们幸福偕老 那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胡适胡适 的的确确有出轨的时候 我们不否认 但是胡适不是圣人啊 他有他的感情世界 面对着一个和他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有很大差距的 一个内住的时候 那他当然会有擦枪走火的时候 但是话讲回来了 胡适胡适最后呢 深刻的体会到江东秀女士 对他的一个帮助 最后跟江东秀女士在一起 那这张照片呢 是后来在胡适胡适 即将出国担任 驻美大使之前的一个合影 那那个时候 江东秀女士呢 他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 他居然反对胡适去做驻美大使 认为当驻美大使就是做官了 那胡适胡适呢 写信特别跟江东秀女士解释说 我不是要出来做官 我知道你对我的一个意义 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别的女人都巴不得丈夫出去做大官 但是呢你有对我有这样一个劝诫 我完全能够谅解 之所以要去做驻美大使 是因为现在国家在跟日本人打仗 我胡适已经没有办法上战场当兵了 我唯一能报效国家的方式是什么 是在外交战场上努力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其实江东秀女士也有她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 这个方面不是吗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胡适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呢 这是他们后来晚年的照片 作为驻美大使乃至于最后两个人 一块白手偕老呢 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胡适担任驻美大使 从这张他跟罗斯福的这样一个照片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两个人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都是长春藤名校毕业 一个是哈佛 一个是康乃尔 哥伦比亚 当然他们对于整个市局有很大的 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 但是胡适他出任驻美大使呢 那么当时他自己也认识到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 首先美国孤立主义高涨 好比说当时国会甚至于通过一个 提出一个案子 说如果国家美国要参加战争的话 必须要经过人民复决 美国的民意调查 老百姓同意这样的一个提案的比率呢 高达73% 也就是说在孤立主义高章的一个时代 胡适呢 他提出中国必须苦称待变 我们要自己坚持下去 绝对不能跟日本人妥协 等待世界局势的变化 中国对日本的抗战呢 就会有新的局面 这是他的一个主张 那可是这个主张没有办法得到很多人的一个同意跟谅解 在其次 胡适胡适呢 因为他不是职业外交官 他在跟外交场合上的谈判等等这一方面呢 这不是他的专长 但是他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到处去演讲 那到处去演讲呢 那么这个让胡适胡适 等于是扮演另外一个 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抗战的一个意义 那蒋介石 这张是他们两个人一块的一个合影 在蒋介石看来呢 你胡适政经的外交事情不去办 也就是说不去借款 不去办军火交涉 你跑到处去演讲 那这点他不太能够谅解 所以在蒋介石他对于胡适呢 是颇有为辞 我请我们的摄影看这张照片 我就目前这个蒋介石跟胡适的照片 因为几天前国际新闻说 有那个金正恩坐在那里 旁边几个人都45度往前请 然后攻着身体 攻着身体 那胡适之是很潇洒 翘着讲 这叫行为业 他是有一种自信 一种泰南之路 这张照片说明了什么 这个光泽兄 是这张照片呢 是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 当天举行院士会议 蒋介石亲临会场表示重视 那事先两个人先在会场 外面的合影的时候的一个照片 事传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敢在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一个就是胡适 还有谁 另外一个是傅斯年 那傅斯年的照片我们没有看过 胡适胡适这照片呢 则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胡适是泰然自若 而蒋介石呢 则相对的来讲是拘减了一些 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到 即使胡适胡适 他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领袖 面对的一个政治权威 依然保持着见大人者则秒之 我还是保持着我读书人的自然而然的一个 就这样一个行径 未必看到傅斯年照片就知道他个性如此 我们说他就是武士时代所培养的学生 那个世代一定是所谓的道统跟正统 就是一个学术传统跟正统至少是平起平坐的 对 那郑宏老师我今天特别邀请你来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海外的观众 他们很喜欢他们听你讲网友说 他们都会传接一个胡大哥 也是郑宏老师跟我讲说 我们好像回到在台大学生那个通试课程 觉得他用enjoy来形容 就是享受那个大学通试课程 我是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海内外 很多欧洲人都在看 在欧洲 包括我几日前还跟一个比利时的卢夫人 还在通信 他们都全家在看 当然这时候 怎么会突然谈胡适枝呢 当然要谈 谈转型正义 谈深度民主 谈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 胡适枝我都完全同意 除了 胡适枝有些考证文章 不好读以外 我们都几乎读了 他真的我们几乎都读过了 政委说我们有时倒过来读 还会背起来 那时候可以这样 我是夸张说 几乎他的思想 影响我们这整个世代 你用这个机会 你看自由中国撒了种子 到现在你还在讲受 那么胡适枝他所播的民主的种子 对我们下个世代 还是意义辉煩 意义很重大 是什么 来老师 你用这个机会对我们年轻人讲 请 刚刚那个你这样夸奖 我就觉得我大概还没有 脱离掉那个 我老师的职业病 在这谈话 还是要像老师教书一样 你客气 很像大学的通事课程 这个 我想胡适到现在还有意义 应该就是我们还不够进步 他所要求的自由民主 科学 只有科学 我们现在很重视 自由民主呢 我们还没有上轨道 所以 我们台湾来讲 中国这不必讲了 台湾虽然有这个民主制度 可是呢 我们一般还没有培养出 这个民主的这个素养 跟精神都还没有 你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看看英国国会开会的情形 英国国会开会是可以直播的 那BBC可以看到 美国国会是不能过直播的 还有跟在跟我们的立法案的开会对比 你又知道什么叫做民主主 那这一点呢 我们还没有学会 那即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呢 也还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他当年所提倡的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还没有达到 所以他的思想呢 还是很重要 如果他所要求的 他所想要实现的 都达到的话 也许会被忘记了 那另外呢 科学方面 大家现在都很重视科学 好像他提倡科学的这种 成果已经出现了 可是你看一般人的 科学精神有没有 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 比我们早一辈的中国人 大开或是台湾人 大开这个迷信的成果 已经减少很多了 现在迷信又回来了 现在我的下一辈的人 相信指挥斗树 相信心相 相信看守相什么等等 全部都回来 有的人到处都拜 年轻人 只要看到庙就拜 台湾大学多 哪里多 庙才多了 我不晓得庙有多少 不晓得大学的几倍 你说附近是不是 不是 就是说全台湾 全台湾多得很 所以 服事所提倡的科学 就要破除迷信 这个 我们现在也还没办到 而且又回来了 那么 刚刚讲到这个服事 对这个中国中文哲学 有充实的诠释 事实上 他用什么地方来呈现科学的精神 他用考据 我举个例子 他研究红楼梦 考据红楼梦 那红楼梦呢 在当时呢 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假设 什么隐色 包括这个蔡元培 的红楼梦所影 都说红楼梦是一个 反亲的 反对亲政府的一本小说 然后呢 里面呢 这个贾宝玉呢 爱红色的东西 就表示他喜欢猪 猪是猪元彰的姓嘛 那他喜欢吃这个 你人嘴唇的这个唇膏 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讽刺说亲人呢 是喜欢吃这个 汉人的这个唾液 所以呢 这种可以这样子 这样的思想 他经有大胆的假设 可是呢 并没有小心求证 他就从这里呢 一步一步的就考据 所以他考据的文章呢 我很仔细的 非常很枯燥 而且那个题目 我也不是有兴趣的 读过以后 他从那边呢 要呈现 这个所谓的科学精神 是什么求证 所以福士为什么这么早成名 26岁可以当教授 他不会说 我要来提科学精神 哎呀 我这个科学没有学多少 我怎么敢讲科学呢 不是 他已经现有的资源 他就拿去用了 那念古书 是他已经有的这个配备 他已经有的这个资源 他用这个就是灵活应用 他没有必要说 到康内尔到克隆比亚 学了一大堆科学 才回到中国来提倡科学精神 他会这个灵活应用 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点 哪怕 21世纪是知识人或组织人的时代 但是胡适之先生如果活在现在 我现在还是最先进的 我想胡适之先生如果活在当代台湾的话 他绝对没想到台湾的民主化到这种地步 包括台湾未来对中国香港澳门的影响 所以那时候叫自由中国完全来自戴高乐的自由化国 自由化国后来是真的是拯救了整个欧洲 关键 戴高乐的贡献绝对不下于邱吉尔跟小洛书总统 我来让大家看这个新闻 今天最重要的新闻是CNN了 联终到了衰选世界领袖 你看马克王当然他是终结左右政党 习近平他不用讲了 普廷也不用讲了 金正恩根本不用讲了 一切不如一切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族 还在动政变 德国梅克尔勉强 坦白讲他是很近代一个伟大的德国总理 翁山书记李立拉朗为了罗兴亚主宰李立拉朗 这就像班卡啦班卡 好 美伊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夸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谈的 加泰隆尼亚的独立问题 也正考验着西班牙的民主 是不是请老师 因为今天这个光泽教授拿了非常多珍贵照片 有些已经市面上看到 有些其实就是胡适纪念款珍传 珍藏了 好 来 再介绍好吗 请 好 其实可以就根据着 刚刚胡大哥所提的这个问题 转型正义的问题 我们来思考一下 转型正义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改变我们的历史认知 像这张照片 两个人看起来其让也君子 对不对 非常轻松的在那里讨论问题 可是我们一旦 深入到历史的场景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两个人绝对不是如此 这一篇是当时蒋介石到中央研究院参加院士会议 当场即兴说话 那么即兴说话的时候的一个记录稿 在记录稿我们可以看到最前面的这个胡适的改稿 改稿改成什么呢 本来刚刚那个原稿的记录是总统对个人的过奖是错误的 他给他改成不免有些错误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那个场合讲白话一定更为激烈 为什么他会这样批评说总统 蒋介石对我胡适的褒奖有错误呢 因为蒋介石说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是什么 复兴中华文化 那什么是中华文化 在胡适看来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正成的问题 所谓中华文化当中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是人类全世界共同的精神文明 忠孝仁爱信仪复兴 怎么会是中国独有的呢 外国人一样会讲爱国主义啊 在外国难道不讲信义吗 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中央研究院没有必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另外这一方面 这是胡适读蒋介石的另外一篇训词 革命民主的道理的媒批 大家可以看到他画了红线 加了重 最后上面写了一个 讲了半天等于没讲 在这上面 就是革命跟民主这根本就是不相对立 不相容的一个价值 根本就是一个对立的价值 那你怎么能够说革命就要 跟民主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是写 讲了半天等于没讲 那这里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蒋介石呢 对于胡适有很多的指示 很多的一个要求 那当胡适去世以后 蒋介石亲临这个技场 表示从道之意 你看他的脸非常的哀戚 可是当天晚上我们先看到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上面怎么说呢 胡适之死对于建国事业乃除掉了障碍也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重新去解读这些历史材料 挖掘这种新的历史材料的时候 其实是改变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那其实读胡适不必要这些机密的新的材料 读他现在已经有的一些公开材料 就可以改变看法 好比说胡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批评 陈炯明跟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的传统解释里面说是 陈炯明背叛孙中山 胡适先生说不是 孙中山是一个军阀 陈炯明也是一个军阀 这是一个军阀武力火拼的一个结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今天我们一直在批评 我们进行历史教育 在去中国化 对不起 那不叫去中国化 那叫去国民党化的中国史权势 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正是把那个政治式表演事业 这美国人说的 All business is show business 所有的事业表演事业 他真是演得淋漓尽致 那一张脸座爱妻状 旁边是张岳金先生 张权秘书长 同样的 在白崇熙过世 那个脸一样爱妻状 当天的日记 把白崇熙讲得一文不值 去翻译看看 说白逆造反那个逆 反正表演艺术 但至少我觉得福治先生 人格结果它是表理一致 它毕竟不是政治任务 如果福治在当代台湾 我倒希望台湾真的是大陆 能够站在福治之中的高度 能够真边实施 能对目前问题来做一个重大的演说 你看在西方世界你说罗素 海耶克 我们都 他在重大时刻总是对国家 讲出重大的道理 台湾现在比较缺乏这种大知识分子 老师你觉得 我们节目希望这样做尽言者 你觉得福治之先如果放在当代坐标 21世纪2017年年终将近 台湾人的民主的承担很大 会影响中国大陆 我一直认为如此 我想如果福治之先还在中央研究院的话 他格局一定跟目前的中央研究院 这些领导者不一样 他会从一种宏观的 序域 哲学来思考 这些方向才真正对 金氏寄民是有帮助的 能不能用这个机会来 把福治之的人格典范做个发挥 来鼓舞目前的学术界或知识界 这些精英校长或领袖 来 郑文老师你算是他们前辈嘛 来 对这些小学弟做一个见眼睛 好 我想这样 最好是就是去读福斯的事实治疏 他从他小时候学起 就是刚这个 龐头兄也讲到了 他在一个乡下的小孩子 结果呢 他并不是长大有机会以后到什么 念书在美国念书才 他小时候的很多想法呢 很多性质就跟人家不一样 他当时呢 关心这个社会 关心这个国家 那种想法是非常非常早 你自己能够反省一次 把一些人家交给你的东西 你要自己能够一个反省 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会反省自己 不但是学知识 对于知识的来源也做一个反省 对于你的思想的来源也做一个反省 这个是人跟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 其他动物有很聪明的 他大概不会去想 我刚才这个训练是怎么来的 那个到底可不可靠 其他动物大概很少有这样的能力 那你也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那趁早训练这样的能力 我说服事呢 就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想起这个杜鲁门总统 当然很多人认为他在美国近代 总统的历史里面很平庸 但是彼得杜拉克说 他可能是近代表现最好总统 他用the best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者 杜鲁门总统就说 我是以价值 信仰 领导国家 这就对了 我自己真的是服事之的 我不敢说不只是粉丝或甜蜗 我是钢粉 钢粉 怎么说呢 我自己曾经带一个摄影团队 坐飞机到黄山 然后再到 我以为是安徽基西 到安徽基西县城还在坐那个 车子弯弯曲曲到他故居 那个一个小镇 三个几个地方参行服事之 就靠读书嘛 所以安徽人非商说 这个 教书变养 教子不教书 教书变养猪 纵容小孩子不读书 起地好 去做敌家起地就好了 服事之这样成功了 但服事医生很多面向 我想这个因为光泽兄 非常难得是服事之纪念官的主任 我在大学时代最喜欢去的玩具就是那个地方 为什么你可以感受 包括服事墓园 我觉得那种最好的人文书 你看他的生活 估计 那么简单啊 他过往的时候也不过几百块美金 没多少钱 如果你做一个当代的历史学者 给做一个本土历史家 来替服事先生定位的话 你做什么定位 请 包括把很多重要的他的讯息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可以从这句话 其实刚刚林老师也提过了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这句话呢 当然有他的背景 但是我们重新想一想 在现在这个社会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那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社会生活的态度吗 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胡适胡先他既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呢 他也主张健全的个人主义 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胡先他当年所提倡的这些观念思想呢 可以对于我们来说呢 依然是具有一个醍醐灌顶的一个作用 因此我认为呢 胡先他不仅仅 对于整个20世纪 中国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 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呢 如果当胡先的思想 能够成为我们的公民素养的基本部分的时候 我相信华人的社会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毕竟他所提倡的是一个 有人情味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 是有人情味这四个字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还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彼此互相容忍 彼此互相包容 其乐也融融的一个理想境界 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 但是就像胡先自己讲 我是一个乐观的自由主义者 不可救药的乐观自由主义者的情况之下 我们定下目标努力的往前走下去 胡先一辈子就在这个方向上面 鞠躬尽瘁死而后遇 好 不止隆忍比自由更重要 这是当然说一般的平民百姓讲的 也对当局者讲的 但是更主要是民主是一种战斗信仰 我也读很多西方当代思想家的观念说 民主是来自内心的高度的自我克制 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 致力 致力 周老师你在学校教理哲学 也教思想史 你也在非常好的大学 不开大学拿到学位 你觉得胡适之先生 如果说留下一个资产 对我们当代人还是类似呼召 今天刚好生日节 上帝的呼召 那个呼召一定继续对我们说话 不是我在说 是历史在说 我常用这个法国思想家 这个Mark Brock 不是我说 是历史在说 胡适之先生说了什么来 请两位各自用非常简单 几个观念来跟大家分享 做结论 来 郑文老师 我想 如果要我一定讲 他最重的一点的话 就是说 他对于传统的很多想法 他都敢于提出 他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讲这个中国哲学史 不从三方五帝讲题 直接就从这个藏国时代讲起 这个当时吓坏了所有的人 他有关于这个 对于这个中国文学史的看法 也特别强调白话文的文学史 把这个传统大家认为很好的文章 他都不选 所以他这个很多自己的想法 独特的想法 这个呢 是他留下的给青年最好的一个榜样 是 胡先生喜欢说 一个现代的国家 一个现代的社会 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 是一群爱自由 追求真理的人所造成的 胡先生自己在这方面 就是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不断的在那里宣传 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性 他自己在研议他的学术事业 做出了一个典范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 如果我们还继续被那些 社会上大多数人 所流行的观念想法 主张牵着鼻子走 那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社会 怎么可能会有进步呢 所以胡适胡先生 他的一个意义呢 我觉得就在于教导了我们 不要被别人的观念 主张思想牵着鼻子走 而这其实也正呼应了 林老师的一个说法 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观念 很多我们的当代人 有学者或作家来看 也就是几乎六七十年前的 胡适枝在台湾的言论 最主要就是 196年代的 就是50多年前的 自由中国 有人说 当雷震被逮捕以后 胡适枝并没有权利去救他 我讲一句公道话 有一次雷震先生的女儿 雷美玲小姐来上我广播节目 她跟我如实地传达说 当很多 当雷震后来又出狱了十年以后 很多人说胡适有没有救你 我真的认真已经尽他力了 这是我亲自从雷美玲小姐听到的 老师你觉得这一段说 雷震被逮捕 胡适枝救他不利 还有人在做这种批评 你会怎么回应 有道理吗 很多内幕我不晓得 比较难去做评论 可是呢 我就想 英海光先生 没有抱怨说胡适没有去救 他只是说 这个胡适写了那篇 这个容忍比自由重要 内面他会非常不满 所以 是不是可以反正说 如果英海光并没有抱怨 胡适没有对自由中国被查禁 没有尽力 英海光如果没有这样批评的话 可能就可以呼应这个 雷美玲小姐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在这方面胡适也许已经是尽能力了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 林老师的一个观点 当雷战案发生以后 英海光还写信给胡适 请求胡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 帮他写介绍信 让他有机会到美国找到教职 如果说英海光不是知道胡适的一个作用 不知道胡适的一个影响力 他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理位一名 事位一场 有时候很多under table的事情 我们可能要有更详尽的材料来做说明 从更宽广的一个脉络里面来做理解 否则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只看表面 其实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浮泛之论而已 我们台湾人的独立运动前辈彭敏先生要出国没有钱 去找胡适之 胡适之说我帮你解决 帮你找 多年以后 原来是胡适之自己掏腰包帮助他了 这就是典型在书西看 我很喜欢这样照片 它真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炉子 又西方知识分子 这个伟大清朝 典型在书西 我们要学 就要学胡适 这种崇高清朝 感谢郑宏跟光泽 给我们年轻人 上了胡适之的民主资产 这一刻 明年刚好是中央研究院创业90周年 我是野史馆 我一定要谈中央研究院 在近代中国台湾的重要性 尤其是自由的杀种者 播种者的贡献 感谢两位教授 谢谢